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這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醫生 你好 Della 好 大家好 今天想和聽眾分享下一個 做文職、寫字流的人士 都可能經常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坐骨神經痛 可能突然間就會發生急性的問題 找醫生有時都可能需要一些時間 在你臨床上的經驗 有什麼同類療劑可以幫助我們呢 以及一般如何去界定坐骨神經痛的情形 其實坐骨神經痛其實都很常見 除了腰背痛之外 很多人都出現坐骨神經痛 坐骨神經是沿著坐骨神經分佈 在大腿後部的神經才發現不痛 其中一個原因呢 就是因為貼著脊椎 脊椎後面有脊椎關 骨神經有時有機會 是那個椎間盤突出 是有些少許壓力的 也有時候可能是肌肉 臀部的肌肉那裏夾住了 也可以引發的 基本上就是我們坐骨神經 本身發現或者受壓導致的痛楚 通常呢 那個痛呢 多數都是背部或者盆骨開始的 慢慢擴散到那個大腿的部分 然後呢 後面外側呢 慢慢地去到整隻腳的 那些痛有時候可以很劇烈的 很劇烈的 但是也有時候呢 有些麻木感 還有一些刺痛的 那在有些人呢 是打癡啊 咳呀 或者忍住氣 谷氣的時候呢 就會更加差的 有時候會動動呀 那些氣都會更加差的 好啦 那其實我自己 我在中学都经历过 那时候我就是参加运动 中学的时候我是跳高冠军的 我自己知道我只是看书 当时学校没有什么教练教你怎么去做正式的跳 我记得我自己就学了一个叫做 Watson Roll的側身 就是反转那种跳法 那只脚就要屈的 向后屈的才能过到那个跳高棒 我记得虽然我最后获得冠军 但是没多久就出现做家神经痛 痛到我成年 当时医生都不懂怎样看 没什么做得到的 因为以前都没有什么听过 可能给止痛药来 但我记得之中 可能我都没什么用的 可能用过没什么效果 结果捱了成年 那么就令到那个腿 左边腿因为痛就少用了 那么就萎缩了成 穿半的 哇 这么厉害 都大腿 都萎缩了 你不用嘛 肌肉不用这样 那么我记得以前打保宁的时候 因为都是靠 站在左脚的嘛 都有少少影响的 那么anyway 那么当然了 最后都自己痊愈的 但是都同我成年 我记得自从下分架 我那时候都影响得到的 好了 那么 有些病发症呢 那么通常呢 就是 如果你是去搬东西 搬重东西 用力不妥当呢 就会令到那个脊椎 那个间盘的问题 更加严重了 那就会导致 就是会增加的 但是严重呢 可以这么说呢 令到你呢 就走不了路的 那么我自己的 在现在的立场经验呢 都遇过有些情况呢 它真的是呢 是痛到走不了路的 都是这么严重的了 好了 要留意些什么呢 就是第一就要看看有些什么明显的 坐骨神经那种痛的迹象 看看患者的动作 跟正常人有些什么不同呢 是不是他走路的时候 是否会被拐下拐下呢 就是要留意这些这样的东西的 好了 在同学疗化的 都有好几种疗剂的 有些简单的指引 如果那个病人是本身呢 那个症状有很多抽搐 就是那些肌肉速一下 眼眉调 就是这种竞联的抽搐 看起来好像喝醉了酒 那就可以考虑的疗剂 就是毒鹰山 Agaricus muscarius 就是这是一种毒菇来的 一种草菇 那个重心就是 就是很多抽筋啊 畜一下畜一下 眼眉调啊 面部有些这样的抽动啊 这个疗剂就应该是Agaricus 那个毒鹰 污鹰的鹰 这种雨山的山 好了 如果很多时候呢 因为情绪的愤怒啊 或者被人激怒了之后呢 出现的坐鸡神经痛呢 那我们就会考虑呢 就用虎瓜 那个虎西瓜狼 如果坐鸡神经痛呢 如果坐鸡神经痛呢 在右边 还有呢 还有痛和麻木 就是困麻木呢 那我们就用那个呢 就叫做 是顿叶鼠曲草 英文叫Nephelium Polycyphalum Cyphalum Nephelium N... G...N...A...P...H...A...L...I...U...N... 是顿叶鼠曲草 Nephelium 麻木记住啊 右边加上有麻木 好了 如果坐鸡神经痛呢 很明显是脊椎受损 就是脊椎神经受损 那个疗剂呢 就是金丝图 Ipericum 因为金丝图通常是 神经系统受伤 那种尖痛的 好了 如果患者在凌晨2点到5 5点早上就会醒的 痛醒的 OK 坐鸡神经痛醒呢 可以用那个是 癫化甲 Caliiodatum 癫化甲 就是晚上痛醒你 凌晨痛醒你 清晨痛醒你 癫化甲 好了 如果那个症状呢 就是呢 大部分出现问题 都是左边的 身体经在左边的 但偏偏坐鸡神经痛是右边 那这个呢 就是用考虑 就是那个南美蛇毒 Lecasus muta Muta 那个是南美蛇毒 因为南美蛇毒很大部分的患处呢 都是左边的 但在坐鸡神经痛就不需要在左边 是右边的 好了 如果他坐的时间呢 坐着坐的时候呢 就躺在这里坐久了呢 是那个症状会差的 那就到处动啊 走啊走啊走 松了呢 就会好些呢 那就考虑呢 就野角了 Root's Toxic Dangerous Root's Toxic 野角这个療剂了 那如果你说 已经肯定X光照到出来呢 那问题呢就因为是脊椎间盘凸了出来 那就考虑就看了 Telarium Metallicum 那如果呢 那病者呢曾经都有患有些痫呢 一个圈一个圈那些这样的皮肤的痫呢 那更加是这个疗剂 那就是说这个疗剂也帮助了这些幻闪的 Telarium Metallicum 好了 那痛的疗化呢 那我就痛了成年了 因为我当时没有 不懂得 中国那时候完全不知道有这种医疗 香港当时没有人懂这个疗疗化的 那其实痛的疗化呢 通常可以一两天呢 或者更短的时间呢 就明显减轻 或者消除了急性的坐隔神经痛的痛楚 和验症的 那如果痛 当然了 如果处理了几只疗剂 你试过都不行呢 那就要找一个合资格的 和我疗化医生呢 进行一个整体性的治疗的 是 是 是 那除了疗剂之外呢 有些什么可以做呢 那当然了 一般人呢 都知道的了 腰部啊 和臀部呢 用热肤咯 濕的热肤咯 会舒服点的 有时冲个热水凉啊 加杯泄盐啊 浸浸浴啊 wil poo啊 那些 漩涡浴啊 浴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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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都有帮助的 那当然了 睡觉的时候呢 会用一个舒服的姿势 睡在床上休息啦 那还有一个工具呢 是叫做Bowen Technique 这个我自己在澳洲都学了的了 是一种澳洲的 一种治疗的方法来的 那就对于那个坐隔神经痛呢 那个是 是非常之有效的 那那个Bowen Technique的好处呢 就是比较轻松一点的 不是好像 不需要很大力去做的 那这个呢 我很多时候呢 都会用在这个坐隔神经痛的病人那里的 那当然呢 有时候呢 还可以其他用针灸啦 是不是 那个脊椎啦 脊骨神经科啦 整骨啦 就是Ostheopathy 物理治疗磁按摩 其实都可能都有帮助的了 好了 还有我们的太空小灵精呢 对于这个 是啦 亦都是非常之有 是啦 那这个亦都是一个非常之好工具啦 那大家了解太空小灵精呢 可以上网我们听下 我们好像应该是那个第三八集 三八集呢 就有介绍这个苏联的太空科技 太空小灵精 怎么运用的 好了 除此之外呢 我们可以吃些简单的营养補充剂啦 比如钙啦 和尾 通常呢 我们是2对1 比如1500的毫克 钙 那加上呢 是750的毫克的尾 那这两个都可以帮助 减少那个肌肉的净乱的问题啦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生甘车啦 就是茶的 就是不是只是吃茶的 就是三甘车的油啊 或者是车里啊 或者我们有一种叫做呢 二甲肌氧化瘤 DMSO Dimethylsulfoxide 二甲肌氧化瘤 那这个通常呢 就是茶的 那这种油的滲透力很强的 对于腰背痛啊 神经痛啊 肌肉痛 非常之好的 那这样茶就可以了 不需要大力去搓的 OK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平时呢 可以加强那个 那个背部的肌肉的练习啦 那来到就是将肌肉重新组合它 练好它啦 那可以预防这个 这个做家神经痛的 那 那当然啦 如果你因为体重下 很肥啊 那可能这个一个因素呢 那当然就要考虑减肥的了 嗯 好 逐个疗剂 详细点帮我解释一下 逐个疗剂 OK 第一种呢 就是毒鹰扇 Agaricus muscarius 一个毒鹰扇 那这个呢 通常呢 是适用一些 是比较 非常之严重的 坐家神经痛 和腰痛 啊 肌肉就是经联 在这儿抽搓的 抬着 抬着抬着抬着的 OK 那沿着脊椎呢 就是一种射痛和灼痛的 那个人呢 他本身呢 就很担心自己的健康啦 啊 啊 那 坐得久呢 和冻空气呢 就令到那个 那个情况更加差啦 那 那躺平了呢 舒缓或者柔软的动作呢 就令到更加会好些的 好了 那重点呢 就是那种 抽搓啊 就是面部抽搓 肌肉抽搓 是很严重的 这个就是那个 毒鹰扇 这个疗剂了 接着呢 就是那个 那个 虎西瓜狼了 Colocympha Bitter Cucumber 那从曾经所说呢 这个人可能因为情绪生怒怒啊 被人被人侮辱了之后呢 被人冒犯了之后呢 就一神经 一生怒呢 情绪一生怒呢 就出现这个坐骨神经痛的 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可能性 那也都从 通常呢 这个坐骨神经痛呢 就出现在右边的 右腿多一些的 那臀部和大腿呢 就是抽筋得很厉害啦 好了 那什么令他会舒服一点呢 他呢 就会喜欢呢 就是躺在受伤那边 比如右边痛 他就按在右边 还有弯着腰 弯着腰呢 就任何轻微的动呢 都会令他差的啦 OK 好了 接着呢 顿叶鼠曲草下Nephelium Nephelium polysophilum 那这个症状呢 通常呢 是腿部麻木痛 OK 那种麻木的痛 或者呢 麻木和肿痛呢 是交替的 有时候痛痛 有时候麻木的 那属于右膝的坐骨神经痛的 劇痛 好劇痛的 那 躺在这里 动动走路上楼梯呢 就令那个情况更加差的 就是走路都不太行的 那就算 躺在这里 都是不行的了 总之就很多 多多动作都是不舒服的了 好了 接着呢 就是金斯图了 是Perygum 或者叫Saint John's Walk 这个很明显呢 是那个坐骨神经受伤 导致一种尖锐刀割的痛 那种痛的感觉呢 不是钝的 是一种尖锐的那种痛的 那往往呢 是因为坐骨神经受伤 之后呢 就 那个坐骨神经有一种蛇痛 就是很明显神经有关 那这个呢 很多时候那些人呢 躺身 躺身的那个美龙骨 那个就戳到那个脊椎的神经 那出现那个腰背痛啊 或者坐骨神经痛了 好了 接着就是 这种是很严重的坐骨神经痛 痛到你晚上痛醒的 OK 那有什么会令它差呢 睡在痛那边会差一点的 OK 坐又差 站又差 凌晨2到5点钟差 热会差 什么会令它好呢 走路好的 那个弯曲相对会舒服一点的 OK min zen 可能痛醒了 那它就走出来 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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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那个患上 就一只脚就弯了 那这个呢 caoliaudatum 那那个啊 这个呢 通常这个疗剂是适合左边问题的疗剂 但偏偏坐骨曾经痛就走到右边 但当然它也可能走到右边也可以 坐骨曾经痛的时候 它发现腿部皮肤很敏感 甚至接触一下床单也不行 还记住皮肤是很敏感的 通常南美邪道颈部皮肤很敏感 所以它不喜欢穿那些津领衫固着镜头 围巾一定不会的 全部打开了 有时候腰部都是肚子 都不想有一条皮带固着它 它主要是皮肤很敏感的 经常觉得体内有一种压力 南美石道的人平常很容易紧张 还有很多东西说的 滔滔不绝地说的 什么情况之后差呢 通常它睡觉会差的 或者醒觉会差的 南美石道有时候 它是很怕睡觉的 因为觉得入睡之后 问题会差一点的 接着就是野角 Root Toxical Danger 野角通常都是过度劳累 或者坐得太久 是导致坐骨神经痛的 我相信了一下 我当时的中学时候 我应该是应该是用野角的 因为我这样这样的运动 扭伤腓肌 神经的肌肉 主要的症状是胰僅 人是很硬的 它从常初动作的时候 就会痛得更厉害的 而且坐起床的时候也会痛的 但它最初起床会痛 但是接着四处走动伸展就会舒服 已经水平了 类型的阶线是这样的 还有是冲冻水量就会令它更差 热就会好 以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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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就会好些 而野角的人通常看到它 常常很喜欢运动 平时少些运动都不行 但接着很容易腰背痛 腌劲 最后一种剃,是一种金属的,Tellerium metallicum 石字边一个皇帝的剃,应该是独体的 这个是一种很严重的背痛,还有右边的坐骨神经痛 还有有时候它有坐骨神经痛,加上皮肤有闲 这种痛通常是不能碰它的 即是它背脊那里,你碰它都不行,你记住这个重心 它不想你碰的,即是它背脊的地方碰都不能碰 跟刚才那个南美蛇岛有些不同的 南美蛇岛只不过是那个敏感,即是皮肤很敏感的 即是它不喜欢接触它的,但是看这个疗剂 你不断轻轻碰它的背脊,它其实痛得很厉害的 咳嗽,打一次都不行的 还有那种向下跌,即是个人有一种向下跌下去的感觉 或者用力排便那时候谷,是很不舒服的 这几个疗剂,在我们的同学疗法 都经常用得在坐骨神经痛的 你知道了,坐骨神经痛,很多病人是痛很久的 因为你手上没有这些疗剂,可以即时自己解决它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坐骨神经痛的疗法处理方法 好的,谢谢袁医生 是的,因为这些坐骨神经痛,很多时候 无论刚才说的,可能坐得太久 或者好像医生那样运幼时运动 即是说,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原因 无时无刻出现这个问题出来的 当然刚才说过一些方法 好像我们太空思灵症也都在处理方法 处理坐骨神经痛的时候,是很有效的 不过有时你都可能要找家人帮你手做到 找到痛点,再加上,如果可以加上 今天,医生介绍了这些疗剂的时候 你找到适合你自己的病征的情况的时候 旅外夹工一齐,应该很快就会全愿无事 我们教了你的疗剂,袁医生也教了我的时候 当然,就是要大家常备了我们有那些 个人护理的套装,才可以有得用 还有我们现在,陆庄二健康店那里 已经准备了全套的 有124种个人护理的同理疗法的套装 还加上了有一本个人护理的秘笔 大家可以更加详细地了解到 容易找到适合你的疗剂 知识学了之后,我们要用得着的时候 所以家中常备这些疗剂 这套装可以达到有鼻无患的情况 我们可以及早医治 所以不需要等到错过了最佳的治疗黄金期 然后再去处理,再去医治的时候 时间或者是你所有的花负更加多 希望大家可以收到这些讯息之后 亦都可以分享给你的身边 你的志爱,你的朋友,你的家人 一起可以真真正正地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想查询有关健康产品 及同类疗剂的情况 可以联络我们的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与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电话号码到csand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御理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拜拜